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欢迎听众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最近都一直在流行的话题 就是情绪勒索 然后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困扰着很多很多人 然后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也是在我们台中光流诊所的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情绪勒索 然后线上是医师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流联合诊所的副院长洪文品医师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光流市 专门帮忙治疗哪一块或是分享哪一块呢 是 基本上光流联合诊所是一间不用药的诊所 那我们来举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一个身心健康的评估与治疗 所以呢在诊所里面呢就不像一般的医院会细分什么 刻什么刻分得非常的细 然后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那大致上来讲我们会不管您是什么样的问题来到诊所 我们会经过一个整体完整的包括身体包括情绪压力 甚至是四位模式层面的一个健康状况去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然后再提供各个层面他所需要的一个疗程 做一个个人专属的一个个人化的一个疗程计划 那主要是以恢复我们身心的健康为目标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嗯 对啊 那可不可以就是用 就是你说一个全体的一个概念 来跟我们谈谈 什么就是情绪勒索到底是什么呢 嗯 情绪勒索是一个很夯的名词 那事实上这一个名词是最早是在2004年 有一个国外的心理学家叫苏珊佛沃 他在他的一本著作就叫情绪勒索 这本著作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名词 那基本上大致上他就指的就是一种 当一个人他无法为他自己的负面的情绪负责 他会想要呢用各种的威胁的 然后是利用的方式而强迫别人来顺从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或是来为他的这个负向情绪来做一个负责的一种行为 也就是在等于是对对方进行一种情绪性的绑架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比如说勒索人的 就常会用了一句话 就是说我都为你好啊 你讲那个什么勒不勒索 你这样有没有 有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 或是你有没有知道我们原来是这么关心你这样子 什么叫勒索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 我都是为你好 对啊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是被勒索的人 或是怎么样的人怎么办呢 怎么去去分辨说 哎真的他是为我好 还是他真的是在勒索我这样子 其实基本上在情绪勒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里面 其实我们也都相信即使我们称他为勒索者 那他的确他真正的也许他真的是以他的角度 觉得这样子做对我们是最好的 或是用他自己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们也相信他的确在最基本层面上 他是为了被勒索者 为了他的觉得他这样决定是最好的方式 而希望他可以跟从着他的指示 或是他的经验这样子去做 是 比如说我们被勒索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好像必须强迫自己去遵从他的意见 可是我自己的感受跟相反 好像必须要去做一个压抑 或者是一个忽略的一个状态 是对 那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就是听众分享一下说 光有这就是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可以那个就是关于情绪勒索的案例呢 或是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呢 是 那基本上在我们诊所里面遇到的情绪勒索的案例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真正一开始来就诊主书就说他被情绪勒索的个案其实并不多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被情绪勒索 或者是他是一个勒索者 对 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会累积压抑很多的所谓负向的情绪 比如说奋怒恐惧也好 委屈难过等等 那这一些压抑的情绪事实上他在长期下来他就像是一个毒素一样 这个情绪毒素久了之后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所以他可能就会以身体的症状而来呈现出来 所以比如说像去年初在诊所就有一个就读公立大学的一个很自由生 那他会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考上的这个很有名的公立大学之后 入学没多久就会开始突然间会出现甚至是头晕啊恶心啊 胸门胸痛啊或是吸不到气的这种症状 而且是不定时的发作 那他已经跑过到那小小的医院也做过各种检查 可是呢都已经找不到原因 那最后就有在心脏科得到一个很常听到的诊断 叫二间半脱垂 但是呢药也吃了 可是症状也不见改善 后来还因为发作频率越来越高 最后他们就只好选择就办休学 那是因为父母亲有一次因为朋友介绍 然后来参加我们诊所举办的一个健康讲座 他才知道说原来孩子的症状 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自愈神经失调所造成的 于是他们就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我们诊所就诊 那结果也的确孩子是有自愈神经失调的现象 不过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个案呢 他从小其实受到父母亲很高度的一个期待 父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到他身上 那父母亲也因为这样子就很早就帮他铺好 觉得我就刚刚提到 他们觉得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一条路 包括他的生活作息啊 他的交友状况 他学业啊 他要念哪一个科系啊 他甚至什么时候改代代 全部都是帮他规定 所以帮他计划好 那他只要按表操课就好了 其实这个孩子他本来有自己很想要读的一个科系 但是他的父母亲就是总是跟他说 哎呀你听爸爸妈妈的话就没错了啦 这个才是对你最好的 难道我们还会去害你吗 对对对 他们就听到这样子 爸爸妈妈都已经这样讲了 好不然他只好放弃自己原本想读的 就选择爸爸妈妈希望他读了这个科系 可是他在入学后不久 他就因为科业的压力 再加上他本身对这个科系也不是真的很有兴趣 然后后来又跟同学相处又产生了种种的问题 所以他开始会觉得很不想要去学校上课 可是他又背负着父母亲的期待 所以他一直知道告诉自己一定要陈我去 那但是没多久就开始出现刚刚讲的那些胸闷啊 头颜呼吸部症状 这个个案后来在接受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去引导他去看到 原来他自己一直都处在被情绪勒索的这种状态 而且是从跟他父母亲的互动 到后来跟学校同学市场间的互动 其实他自己都一直处在这种被情绪勒索的角色里面 希望自己可以去满足所有身边的人对他的期待 所以他就去忽略他自己内在真正的一个感受跟想法 那因为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觉察 那我们也不断的让他去尝试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内在真正的想法 给对方知道 那去跟对方做一个有效的良好的沟通 那后来就慢慢的他就越来越有自信 他也脱离了这种被勒索者的角色 那他的父母亲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才警觉到说原来他们长期以来 一直在对这个儿子做情绪勒索 这个也导致他儿子今天会有这样的生病的状态 这一个最大的原因 所以后来他们也透过学习 也开始学会去尊重孩子他的想法跟感受 那是体育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那这个孩子后来他的这些症状 自己神经失调的症状也慢慢的改善 就后来就没有再发作了 那去年他也开始就是又鼓起勇气 又重新回到学校去就读 那现在的不管在科业上 或是跟同学师长的相处上 也都变得更顺畅了 所以这样子的个案 他们一开始来的主数 可能都是身体的症状或疾病 可是真的仔细地去推敲病因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跟情绪有关 尤其是在经历情绪勒索的这样的关系互动 所造成的 对啊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被情绪勒索长大的孩子 然后其实故事情节就是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写了一本 就是面对家人的情绪勒索一本书 来跟大家想说 那个到底情绪勒索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一个地方是 刚好父母亲带孩子来到光流诊所这边来做 双方的疗愈或治疗也好 但是你知道像比如说我本身就没有那么幸运 我父母亲常要跟我讲 你每次讲那么多干什么 我还不是一样为你好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群区勒索 会比较希望说 最好父母亲改好不好 或是最好父母亲可不可以觉醒 不要再勒索我 会可以就像你刚才讲的 父母亲已经也有一种觉知说 这样的小孩应该用 用比较适当的方式 或是什么样的互动来解决 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会 会比较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是父母亲的来自另外一方或干嘛 那那这一方到底是要 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对策 可以让听众朋友 也许怎么样是可以帮助的 这样而不是他一天到晚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问题就是喜欢说 最好是勒索的人来改变 我不用改变好了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容易有的一个想法 那基本上情绪勒索 他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是勒索者 那一个是被勒索者 那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小安 他在这一本 他写的这本《面对家人的情绪勒索》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在后段你有提到就是说 情绪勒索的里面 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之间 他其实是一种类似能量的争夺战 是是是 勒索者会想要用各种方法去夺取 被勒索者的能量 那当然如果被勒索者 他的能量不够稳定 或是他的觉察力不够高 他就自然就会跳入这样的角色里面 所以被勒索者会有一些 共同的一个特质 那包括比较没有自信 地质度 他很需要别人的认同 所以他会觉得他需要勒索者的认同 所以他知道去照他的要求去做 或者是这种就是被勒索者 他们也会习惯的把别人的责任 背在自己身上 然后像他的不向情绪 是应该由我来负责 它是我引起的 对 那再来就是这样的情绪 被勒索者通常也就是 比较害怕冲突的人 他们总是想要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平和 而去忽略自己真正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不管是勒索者 或是被勒索者 其实他们内在都有一些 是没有办法 不管我们讲说是 对自己有自信 或者是能量 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 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关系里面 所以并不是只有勒索者的问题 其实被勒索者他本身 也有下去需要调整的地方 对啊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棒 可以跟大家讲的说 其实真正要解决是我们个人 这一个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或是怎么去解读当下的状况 因为我们常在讲说 就像比如说官牛他可能协助大家 可能会有更大的觉知力 然后让自己可以不再处于那种风暴里面 因为常常我们就会先掉入这个情绪 然后呢 就在这个事情的情绪漩涡去打断 而忘了其实是对方是一个爱 或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能量互动 只是这个平衡也是要我们要去拿捏或是就是大家要必须要学习的嘛 对对对对没错 那最后我们有什么更听众朋友做建议的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很清楚的 你也意识到自己有情绪勒索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想主持人这本书呢 它里面是有提供一些蛮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不过在我想在经历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在情绪层面上是一定有一些压力的产生 甚至时间比较久 你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机能 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或者是疾病的状态 那尤其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症状或疾病 你是一直找不到原因的 或者是用药治疗效果也不如预期的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 这样通常就是问题就是处在情绪层面这个问题 所以在一般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 那所以如果说在我们诊所里面呢 我们就会针对这样的状况 会安排一些基本的检测 包括自律神经的检测 还有透过一些欧美的高科技的一些身心能量的检测 那除了评估身体的健康状况的话 他也会评估到 比如说我们整体的气血循环 外线能力 还有情绪压力指数 甚至于是每个人的思维模式 对他现在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都是需要去做评估的 那再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去给予个人划得一个专属的治疗计划 从这样子全观的角度 分正的去协助每一个人 他可以恢复到身心的健康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 不太就是找不到任何原因的话 真的是要透过这些专业的数据 来去一步一步的去我们讲法 解开背后的这些谜题 到底打一些情绪困扰着我们 好那今天谢谢光牛诊所的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啰 谢谢小安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听众